省事大概一分钟 小学们女士们大家好我是上下直播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学校下随便出发今天的法题是这个 很实用的学外语教材是什么 我这个人汉语学评已经很厉害 我都会说 这样无诈 老司机 毫无皮层纪 这样的网络自由 而且我学学校上论文的时候 背空有志诈的 上手 学论文的时候 不要学 根本听不下来 什么鬼 之类的网络自由 这样的我 首先介绍一个很实用的 日本人学学汉语的时候的标准教材 是这个 你的头发里的像豆壳似的 就这样 我们日本人一下子会学到 保语词和变语词 还有表达穷时候的表现是这样子 穷得没有裤子穿 这是不是地道的中文呢 因为日本作者说这样子 我说的全是真的 屁你 是小狗 同样 我们日本人学英语的时候的表现 语本是这个 我推荐一个很实用的 每天更新的日照日语节目 支持人很帅 同时 一边会锻炼日语听力 一边会学日本的文化 这个节目叫 甚至的 然后 有一个APP正在进行做事活动 他说不同我四六级雅思 托福最多赔一千块钱 对学家搞这样的 服务的完全是做事吧 他找上倍单词 有兴趣的学家们 去看看哪一千块钱 甚至大概一分钟的话 不会保险通过M1和M2 要是设定这样的保险的话 我肯定会吃个大鬼 好 那最后跟我一起试试日吧 今天的日语是 这个 嘘じゃない 10元かける 嘘じゃない 10元かける 嘘じゃない 10元かける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 还有这个频道 那么明天见 拜拜 repeat after me 我爱你 我爱山下 我的身体已经这么热 听说叫怪话和大学快报 这两个大节目 这时候这个声势大概一分钟 非常感谢 有兴趣的去看看他们好人的节目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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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